我认识之前在不同的场合每次见到周深的时候都会觉得他一定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 我会这么大的压力吗 给我 你没办法 真是没实质啊 哦 谢谢你 哎 其实我们动盘期的虽然时隔两年啊 在上一次的这个tmpa的翻译点凭上 对 深深的那个串烧 送你一个小红花整个 但是听了以后真的就是入目三分的那种感动 那一样的压力就压力就来到这一边 新年 新年 认可对方对我的认可 哈哈 你说 你说 我们是带点鸡腾的 他的这个我们一起 好好说 新年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呈现 我觉得是应该是最近最想说的话吧 都融在这个舞台里 然后也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非常多的能量和力量可以专利给大家 是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帮大家问一下 那你下半年有什么音乐计划吗 我啊 我的音乐计划 就是我的最爱给大家的力量 就是我的专辑一定可以 一定要在今年发出来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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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 谢谢 我每次无散都要跟他这个歌 哈哈哈哈 反正越接近年底你的压力就越大了哈 嗯 嗯 是吧 可以的 没事前面的压力都已经顶了这么多年了 哈哈哈 哎 因为我的手法上写的说 听说今晚要表演一首很有难度的歌 我倒想请大家问一下 深深现在还觉得有什么样的歌曲 对你来讲是很有难度的吗 我觉得有啊 我觉得它的难度这个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大 那如今可能会是技术方面的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难度可能更多会在表达呀 或者是风格呀 或者是其他一些细节上 嗯 包括我就最近又重复再听了一下 我自己这样新专辑的歌 我觉得哇难度好大 对你这期间会跟我们见见的新专辑的歌是吗 即将但今天晚上唱的不行 哈哈哈哈 看来就是真的要不断给自己设计的挑战 嗯 我记得上一次在电影街的舞台上 深深说呢 唱YST就要唱出演员的眼神戏 对 那眼神戏的濃缩 今天是属于你自己音乐的舞台 嗯 你的演员比戏蛮多的 但是你觉得最想带给大家的是 哪方面的勇气都要带 我觉得最想要带的 因为太多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感谢和感恩吧 对如果没有被听到 或者是那种互相给你彼此的力量的话 我觉得我也是很难过 能够一步步去到各个舞台 然后到这里给大家见面 所以最想表达的是感恩 以及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向前闯 这样一个感情 嗯 那刚刚也提到了说 尝试过很多的风格嘛 嗯 那其实它确实是在 说到现在之后 有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 你还有什么想风 有什么风格想要尝试吗 还有什么想风的 我在音乐里面 风 你不要连我 我今天会紧张 没有没有 因为紧张啊 不然都你放松了 所以你看 话那么多的人 所以把你的问题再问一遍 嗯 想尝 还有什么风格想尝试呢 对 哇 因为上次小小老师也问了我 还有什么风格是没有尝试过的 对 我觉得真的 唱跳 嗯 你太为了我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 所有的压力都在 我自己这张第二个的专辑里面 因为里面我可以说是 感觉就是 是把自 把之前大家认识那个周深 把它摘出来了 然后再去唱歌 所以我觉得这样 那个难度是 不难的话 不理 不理音乐什么的 会更难一点 总之就是我继续努力 对 是的 总之我们就继续在腾讯医院集团的各大评刊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今年 他在内服量 今年一定会跟我们见面的新专辑 中生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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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拜拜 拜拜 对 记得把麦克风留下就好 对 每次都带跟我一起